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和以前的我们进度班的同学相比呢 我们会增加一次讲座 那么刚才呢 由于这个电脑有点故障 所以我们稍微会延误一点 好 我们来看那个今天的主要要学习的内容呢 我们来学习 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心爱的大事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醒安大事的著作里面 有一篇叫《劝发福奇新闻》 为什么要把劝发福奇新闻特别在这里做介绍呢 是因为我们第十一代主司显安大事 他不仅仅是在对净土宗的贡献 对整个汉传佛法 乃至于在很多藏传佛法学习的这些学人呢 他们都有接触到显安大事所做的劝发福奇新闻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佩服 我们有一次去阿玉王寺 显安大事的塔目前去这个 扫墓去扫塔的时候 还碰到藏传佛法那边一些出家的僧众呢 他们专门从西藏 从青海赶到宁波的阿玉王寺 去显安大事塔前面 去送金 去回向 问他们原因呢 都是因为读到显安大事的劝发福奇新闻 这个读起来是非常感人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显安大事 他这些留下来的几部著作里面 影响最大的劝发福奇新闻 我们看缘起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学习 这个为什么要发福奇新 这个也是显安大事在 劝发福奇新闻里边 所述说的原因 那么知道了为什么要发福奇新 还要去正确地发福奇新 所以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发新 能够如法如理如意 所以显安大事其实有几个方面 八个方面的应该怎么样发新 不应该怎么样发新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看十种发新 那么十种发新呢 是我们下一次讲做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我们不一定会把十种全部学习掉了 那么我们就选几个跟我们比较有关联的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 那么为什么要让我们要发起福奇新 借什么样的因缘发起福奇新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显安大师 那么显安大师和显车大师 以及我们第十二代祖司 车悟大师呢 他都是清朝初年的人 就是圣志康熙雍正这个时间的人 所以在早期清初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些禅宗也好 禁途宗也好 这些高僧大哥也算是请多 那么显安大师 他是清初康熙年间 俗家姓时 时间的时 所以他的法名叫世贤 自家思齐 你看看这个名字啊 建贤思齐啊 就知道这个 他的出家师父呢 对他是基于了厚望的 是江苏常属人 也算是我们这个将来一代 这些文化底庸非常深厚的地方出生的 他这个祖祖辈辈都是家庭的底子 文化底子非常好 出生于树下门记 他自己呢 山坑也很深厚 一生下来以后呢 就不沾红心 不吃肉 那么他的母亲呢 知道他善根很深了 这个在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呢 在他七岁的时候 就送到他本地的清凉 一边叫荣选老和尚的座下去学习佛法 这个不仅仅学习佛法 也学习这些鲁家道家的这些大乘恩这些国学的典籍 七岁在佛教里边 这个出家以后 这个叫屈乌沙米 在丛林里边呢 他可以帮忙看看这个塞陶谷啊 做一点 一般这些比较轻的活 这个要一般要到十八岁二十岁才能正式的受祭 但是贤恩大师呢 出家以后由于他这种善根很深厚啊 所以他的师父呢 就允许他十五岁就去受笔求祭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古代的高僧大德里边 十多岁受祭了很多啊 不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要求是二十岁才能够受祭 这个因为受祭以后要守祭的 因为十多岁有些事情对于一般的人当然是 一般的分性当然是不太了解 这个像这些祖师大德 当然他们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 这个出家受祭以后呢 真的能够精进的持祭 那么他十五岁的时候 他通过七岁在寺院里边生活 做小丧民到十五岁受祭七八年时间 儒家的经典 那么佛家的经典已经学了很多 书法也写得非常好 做师做父也都样样精通 但是呢这个贤恩大师呢 他觉得这些书法也好啊 这些诗词这些歌父也好啊 毕竟来说都是不能解决生死根本问题了 所以他在这些方面呢就相对的来说 不是很重视 而重视的是什么呢 重视的是他感觉十多岁就感觉到生死是大事情 应该在自己的生死业上面 夫妻业上面 解脱道上面用功夫 把这些花在这些其他的这些事上来的时间呢 全部呢都用在放在这些学习啊 这个深入啊 研习经典上面 那么在他的母亲去世以后呢 他也很孝顺 那个时候还已经出家了 但依旧是贵在佛前 为母亲一连送了四十九天的大方便包恩经 并且这趟母亲这种母王日啊 祭日都是共要三宝啊 都是在供佛啊 社佛校这些社工 并且是送进回校 那么在母亲去世以后 有一天他是到 常俗附近的一个叫寺院啊 叫善人寺 去参学的时候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汉上佛教的寺院啊 就是出家以后 到寿完比丘界了 就可以到四处啊 这些名山大岔 或者说是比较有名的 名望的这些 啊 禅宗的啊 或者说是前台啊 进土啊 这些寺院里边或者是这些有名的这些高僧座下面去参学 他去这个善人寺参学呢 就是和这些出家僧众 在用功的嫌隙之间啊 这一期聊天的时候 突然呢 就有一位出家众呢 在他的眼前呢 在他眼前就突然避病 倒下来以后就死掉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对他的触动很大 他就感觉到生命真的是很无常了 一口气呼吸不过来了 就应咬两个了 从此以后呢 他就更加的紧紧 三一不离生 每天都是日中一时 并且常年坚持啊 谢不至习 什么谢不至习呢 这是我们说的常坐不卧 不睡觉 那么这种用功 从今进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 他去医治教 渠成法师和上坛法师 这个是那个时代啊 对千台比较精通的两位法师 在他们坐下呢 前后有三年的时间 对于千台以及包括这些 为师的教理啊 就学得很精通了 那么上坛法师呢 特别为他传了千台正宗的法媚 这是千台正宗的正式法媚传人啊 二十九岁的时候 他去浙江历水的重福寺 去灵旧和尚的坐下去参学 那么这位灵旧和尚呢 是那个时代啊 在柴门啊 一位非常精通的一位大老级的人 那么他在他的坐下呢 修学用功精进啊 也是很有心得 就是用功的时间啊 感觉这种功夫用得很绵密 妄想很少 在他的指导下 经过四个月的时间 竟然开悟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 显安大师的更新 这个真的是 不是一般人 那么开悟以后 他就说啊 我的梦醒了 梦醒了 就是说 生死的梦醒了 三界的梦醒了 真正知道方向和目标 要处理了 那么开悟以后 我们知道 这次明心见性啊 智慧大开呀 那么对于各种各样的根基 他都能够应付 各种各样的经典呢 自然都能够尽通 那么灵鹊和他看 他这个根基非常不错 也很喜欢他 也希望把这个 产宗的法媚 也传给他 那么显安大师就觉得 他已经是有千产宗的法媚 就婉然就婉拒了 当然这个开悟之后 我们知道 不是说是就一了北了 开悟之后 雇后起修 真正才是修行的时候 用功的时候 因为开悟之后 真正是看清方向了 就像我们前面 所学习到的这些 联斥大师啊 偶艺大师啊 都是开悟之后 找一个人去闭关啦 找一个地方去闭关啦 或者找一个道朝去 去坐禅啦 去念佛啦 默默无闻 不会说是到处去宣扬 说自己开悟了 那么显安大师呢 开悟次爷呢 就去闭关 闭关了 白千月大藏经 那我们在前面就看到 这个乾隆年间 幽乐年间 有雕刻大藏经 就是他去寺院里边 月大藏 晚上呢 实名念佛 经过三年的精进努力 得到念佛三昧 那我们知道 得念佛三昧 就是得大定 得念佛三昧 就已经是断尽见思惑了 那就是从断正上来说 是阿罗汉的水平 那就是 那是从智慧上来说 因为他是发大成心的 行大成心的 那要超过阿罗汉 所以这个 这个贤大师写 劝修净土诗 有一百零八首 也有注解 莲池大师的西方方愿文 那些文字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美 因为这都是 开悟后的 大师的 智慧的文字啊 字字都是放光的 那么他经过 这样三年的运功 得念佛三昧以后 从官房里面出来 他所闭关这个寺院 叫真济世 那么真济世的僧众呢 就请他 讲法华经 那么你看这个是 他本身是 得千台法媚的 千台教理很精通 那么讲法华 自然是足于得水 再加上他是开悟的大师 是得念佛三昧 有这样的功夫啊 所以一讲经呢 就口若悬河 一讲经就滔滔不绝 并且一礼的发挥方面啊 这些都是让人非常佩服 这一下子就出名了 那么后来上台法师呢 也请他 就是他的传法的师父啊 到杭州的龙信寺 去讲监 去讲戒律 就是所到之处 大家都非常欢迎 那么在他34岁的时候 就去宁波 宁波 浙江的宁波啊 宁波的阿玉王寺 他去赶养佛的舍利 那么宁波阿玉王寺 这个佛舍利呢 是佛的头发舍利 在我们的汉传佛教史上 据记者呢 在中国地区呢 中原地区呢 在阿玉王时期 曾经派侍者啊 到我们中原啊 来传法 那个时候是我们 中国的秦始皇时期啊 这个时间非常早 那么传法的时候呢 现在有史料可考的呢 是有钱和有代 在十九座 十九座小小的佛舍利塔 这个佛舍利塔都是 这种非常贵重的 这种紫檀墓 就是教课的 这个形状呢 就是我们现在图上 所看到的这种形状 那么前些年 在南京的常甘寺啊 出土的佛顶古舍利 也是这个形状的 这种舍利塔 这十九座舍利塔呢 这个阿玉王寺的舍利塔呢 是在西晋年间发现的 西晋年间 比东晋少为晚一点 东晋是我们初代祖师 会员大师生活的年代 西晋呢 斯大克斯公元400年 距今呢 有1600多年 将近1700年了 那个时候呢 有一位僧人 有一位 那个时候 他先是猎人 叫刘沙和 刘沙和 这个人呢 打猎 也做了很多的恶事 那么后来 就是 感觉到自己业仗很深重 希望能够一心向善 能够忏悔 就找人去出家了 那么出家以后呢 他在 闷中 闷到 有一位这个 西域的范僧 西域的僧人 对他指点 说你这个业仗 众马应该去 找有佛舍利的地方 去礼拜 去礼拜 去忏悔 业仗 就是你一直感觉 要忏悔嘛 那么见佛舍利 如见佛 就像对着佛忏悔一样 你这种业仗 才能忏悔掉 那么由此 他出家以后呢 就到处 四处行脚啊 去找佛舍利 那么走到这个 浙江 印县 就是 茂山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阿玉王寺 所在地 他亲到地下 地下 有枪钟的声音 他的感觉 很奇怪 他就想这个地下 有枪钟的声音 肯定是不同群堂了 所以呢 就找了人呢 就往地下挖 结果呢 竟然在 他亲到中小的地方呢 就挖出了 在现在的阿玉王寺 所共奉的 佛舍利 这个 刘萨河当然 这个其实也是 菩萨四线 叫利宾菩萨 它四线呢 是这个时代 时间 因缘成熟了 应该是 佛的头发 舍利 要一个 挺出的供养 所以 到今天 我们在 阿玉王寺 所看到的 前几年 我们曾经去过 去入菩萨山的时候 去阿玉王寺 它这个 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 这个佛舍利塔 里边呢 挂着一个小钟 小钟的中间呢 是悬着 两根头发 或者发舍利 那么 这个发舍利呢 也是 每个人的 心念不一样 每个人看到的 颜色不一样 有些人看到是黑色 有些人看到金黄色 有些人看到重白色 所以 这个贤大师 也是在 礼拜完佛舍利以后 还有做一首诗 还谈到这个事情 叫 自心罕见 自心相 不是如来 色不同啊 每个人 与每个人的眼睛里面 希望所看到的相状 或者说 自己的业力所现 所看到的相状 不是说 佛的颜色 舍利颜色有不同 而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所显现的相 不一样 所看到的佛舍利呢 颜色也不一样 那么显然大师 这个 在礼拜 佛舍利以后呢 他在阿育王寺 就常住在那边 常住在那边呢 就感觉 非常的相应 这个道场 我们今天去啊 都是感觉 整个他的 社数里都很强 他就 在 佛的 涅槃日 就 集合大众 因为他那个时候 名气已经很大了 那么 阿育王寺呢 也很欢迎他 那么 寺院人呢 就请他讲佛 遗教经 讲阿弥陀经 并且呢 做佛的涅槃法会 前后 一直在 这个 这个 阿育王寺里面 那么 在 阿育王寺 这一段时间呢 对他的 修学上来说啊 是 整个 对他的 心态的改变啊 他 发愿力 这种 阴重啊 都是有很大的提升 那么他在 阿育王寺这段时间呢 由于他 不断地在 讲习 不断地在 传播 弘扬佛法了 那么附近 很多其他的寺院 浙江 自古以来都是 佛教在 将来一代的重镇 叫东南佛国啊 我们 很多同修在 好路 去过 临隐寺啊 敬慈寺啊 去过 上天族 中天族 下天族啊 我们看杭州的寺院 非常多 六合塔啊 这都是 佛教的标志 那么他在 浙江一代的寺院前后 就在 永福寺啊 福庆寺啊 海叶寺啊 仙灵寺啊 在这些寺院 去弘法啊 那么这些寺院呢 也都邀请 请他去做住持 去主理寺院的事故 那当然 他的管理上面 是非常的严格 这个 他自身 实际的经验 丛林寺院 也管理得很好 同时呢 也宣讲 千台的教理 宣讲 禅宗的义礼 也宣讲 净土宗的义礼 那就是说 他的一生的 弘扬的佛法啊 这种法义 并不仅仅限于是 净土 而是大乘各种各配啊 他都在弘产 不过他在行持上 最后呢 都是劝 做下的弟子 以及这些亲众啊 都是发愿 回归 导向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后来呢 他就隐居在 仙灵寺了 足不出户 一天到晚 都在念佛 那么自己念佛 于一段时间 为了接引 更多的人的念佛 在他43岁的时候 创立了 念佛的联社 念佛联社呢 就希望大家 发愿有 自求生净土的 能够聚在一起 那么他自身是 非常非常用功的 他把功课 每天的功课 定为二十份 十份是持命念佛 那就是一半时间 在念佛 九份在做官 做官是什么呢 修订 一份呢 礼拜参会 就是拜佛 昼夜在用功 在精进 在48岁的时候 这个48岁 那月初八 那月初八 我们知道 这个是佛成道人 48岁 年纪很轻哦 他告诉 他坐下的弟子 他说 我明年的4月14 要出远门了 那也就是49岁 第二年 他4月14 要出远门了 那么这个不久 他就把他的帐室 他住的地方呢 改名叫 冲箱宅 冲箱是一冲箱 所住的地方呢 叫宅 然后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从今以后呢 有什么事情 一天建客了 就一冲箱的时间 箱上完了以后呢 再不建客 然后一天到晚 都是自己在 精进用功 希望大家都不要干扰它 那么这个之后 他每天 至少都是十万圣佛号 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四月初二出关 四月初二出关 到过了十千 到四月十二的时候 他再对他坐下的弟子和大众说 说是我 四月初二 那天呢 已经见到西方三圣 我今天 就是四月十二 又见到西方三圣 说我 净土的缘 已经成熟了 随后呢 他就将对四月里边的一切事物 并且呢 一些熟悉的护法居士 都给他们打招呼 向他们辞行 那么这些是他的侍者 他身边的侍者 就是说 既然大师 您要走了 希望您能留一首遗讯 就是遗言给我们 那么 欧益大师就写了一首记 身在华中佛现前 佛光来照紫荆莲 心随 祝福 往生去 无趣 来中 是 我们看这个 莲花开复 佛光来照紫荆莲 阿弥陀佛的光芒 来照紫荆莲 紫荆莲 说明什么呢 上上品的往生 所以上上品的往生 是不可疑的 到极乐世界 莲花马上开复 并且上上品的往生 是阿弥陀佛的报生 现前接引 不像中品和下品的往生 是阿弥陀佛的化生 观音菩萨 实质菩萨的化生 前来接引 那我们知道 这个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 显恩大师 他已经是得念佛三拜的圣者 就像我们第三代祖师 成远大师一样 他身在收获世界 但是呢 在极乐世界 已经看到他 站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了 就是第四代祖师 入境的时候看到 那么显恩大师 这里所体现的 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情 也就是说 显恩大师往生的品位 他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你和一般我们说 见识未断 那福建师 和见识没有辅助 是在凡生同居土 见识断尽 对方便有余土 如果过破无名 在石邦庄严土 那显恩大师 已经是见识断尽的人了 那他所往生的 那就不仅仅是 方便有余土了 那应该都是庄严土里面了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师 所以心碎祝福往生去 无趣来中 事欢然 那这种心事随着 阿弥陀佛 以及其他的祝福 这个里面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观经里面在谈到 阿弥陀佛 这些在接引上品 往生的圣者 所现的瑞相的时候呢 是报身佛和切化身佛 同时出现 所以呢 阿弥陀佛的报身化身 同时出现 随着祝福往上去 甚至可能还有其他 他方界世界的佛 来随着他功德 但是后面他说 无趣来中 事万人 那这个是从 意理上来说的 就是他通达了这种 大乘佛法 甚深的意理 他通达了真正净土的 第一地 无趣来 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的 自心向 往生也是我们自心所现的 净土啊 所以呢 我们从自心的会土 到自心的净土 没有什么来去 无趣来 那从理上是如此的 一切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 因为我们的自心 我们的自信是广大无碍 是尽虚空变法界的 那所以我们看是发愿 到成就是自信佛道 是愿成的 我们最后说 成的也受我们自信里面 自信天真佛 但是从四项上来说 是万人 万人就是清清楚楚的意思 从四项上来说 我们是反复 我们有这个色壳子 这个色区 我们有这个空间的概念 我们有这个生死的观念 那么从四项上来说 往生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这里 就我们也看得出 往生这种事情 在行安大使这里 体现出来 理事是无碍的 完全是从四项上 是从这往生这种现象 那么从理上来说 无趣无来 无趣来中 事项清清楚楚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要深加 行安大使这些语句 那么行安大使呢 把他的遗言 写完以后呢 就告诉他身边的 这些出家的弟子 他说我四月十四号 农历的四月十四 就是我们下个月的四月 农历四月初 我们四月初八 是活的诞成日嘛 然后过一个什么期呢 四月十五 农历四月十五 是我们卫生节 那么卫生节的前一天呢 就是行安大使的 他的往生日 所以我四月十四号 就往生了 那么希望往生这一天呢 大家都来到我的聊房里边呢 为我诸念 诸念念佛 其实呢 这个其实他是 要私献给大家看的 对于这些大使纪的人物 往生了 诸念不诸念 都真的来说 对他们来说 没什么差别 那么他在四月十三的时候呢 就勤职饮食 就是自身非常安静的 非常详和的心配啊 都非常平静的 坐在那边 到四月十四早上 五点钟的时候呢 就起来拿起床 然后呢 洗个澡 换好干净的衣服 然后呢 在房间里面坐下 面向西而坐 一直到了九点钟以后 就是四时 九点钟以后呢 这些 在附近的 这些最佳的弟子 亲到以后 亲到赶紧跑来了 哭不起气的 那么大使呢 就说是 你们不要哭了 说我去去就来 生死是大了 大家各自 多做善 少做恶 大家呢 以亲近自己的自心 作为我们这一生的修学 亲近自己的念头 作为我们这一生的修学 亲近三意 一心一意 念佛求往生 这是大使最后的遗言 那么这些话说完以后呢 就自己又念这符号 向西而去了 所以往生在 显然大使这里呢 是非常自在 那么显然大使 刘相的著作 比较有名的 像这个 我们刚才谈到的 《劝方福气新闻》以为呢 还有 《劝生西方净土诗》 有一本零八首 这些诗 都写得非常好 比如说你们这首 我叫原开无量门 旧中念佛最为宗 都容妄念归真念 总设注根在意根 不用三起修福慧 但将六字除乾坤 如来经口无须语 历历名门赏俱从 释迦诗中的一代诗教 有无量无边的法门 但是呢 释中赞叹最终最上的 是念佛法门 为什么呢 是要念佛法门 可以以四心做佛 四心四佛这样 自高的原理 把念头设在佛念上 我们只要把念头 设在名号上面 那就是最正的念 最清净的念 因为佛号 当下是佛功德 是实相的体现 是我们自心佛性的现前 那么把六根 六根都设在一根 就是念和清 就是清 耳门 你能够听清楚 自己的念佛 就说明我们的心 最佛号上面 如果说我们念佛念着念着以后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就念佛了 说明我们的心思已经跑掉了 所以都设六根 都是设在我们的耳根上面 那么耳根一设住 其他的五根自设 自然就设住了 那么后面讲 不用三期修福会 不需要经过像这种 三大阿三期节 五量节的修学 但将六字出前空 我们只要凭六字名号 就可以处理三界 处理生死 你看这句话 我们很多人念了很多年 不知道在哪里来的 这是显然大师的 《劝修剑统诗》里面出来的 如来经口 无须语言 历历名门 上句诸 这个释迦世宗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他劝修 劝我们方愿求生西方这些文字 在千金万路里边都可以看得见 我们一定要生起深信 方愿求生净土 那么这个显然大师 他这一生住世时间很短 只有四十九年时间 四十九岁往生净土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些 佛法的修学里边 我们一直说 这个不一定说是一定要住世很久 就算是有虚有正 这个不是这样的 像显然大师 你看这个住世四十九年 玄奘大师住世 只有六十岁 红一大师也只有六十二年时间 那么但是他这个著作 《楚净土诗》 《楚缺法普及新闻》 还有《诸解西方花样文》 还有《续网生传》 就是对于前朝这些历朝 历代这些往生的四集 他有继续把他那个时代他所建守 他有做整理 那么流传到我们今天也是影响很大 那么显然大师这个图笔以后一共有 一共有牙舍粒 一共有十三颗 那么十三颗呢 这个其中有十二颗共混在这个广德寺 这是浙江年海的广德寺 那么有一颗呢 等我们东宁寺 那是在东宁寺共混 如果说是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东宁寺去礼拜 那么这个是写安大师的 他的一生的简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劝法普及新》 他的缘起 为什么写安大师要做《劝法普及新闻》 那么写安大师 我们刚才通过这些文字看到 他和这些我们的会员大师 有明大师六祖 这个联起大师 偶一大师一样 是因为佛法方面的大通家 那所谓的大通家呢 就是各宗各派都精通的 那你看像《劝远大师》 他也是开悟的禅师 所以在《高中传》里面 直接都称《会员禅师》 与明大师也是禅宗开悟 禅宗的法眼中第三代祖师 联起大师 偶一大师 都是禅宗开悟的大师 那么写安大师也是 禅宗开悟的大师 千藤毅力非常精通 信下了宗非常圆伦 但是呢 他一心都在修学净土 在倒规净土 他本身的行持呢 是行在凡往 置在西方 凡往是什么 凡往经 凡往经的经花是什么呢 菩萨界 那也就是说 他的行持啊 是要以八佛寂心 广度众生 行菩萨道 以这样的修学 这样的功德 回向求生西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祖师大德的视线 像慧远大师 你和祖师是八十年世界 道错大师也有八十三年世界 但是呢 昧远大师 祖师四十九年 每一个祖师的因缘不一样 那其实也是像昧远大师 这样也是给我们提醒 四十九岁 进一月成就 也是随时随地可以走的 说明他在这个世间 真的是一点留恋都没有 并且从他往生的时候 你和他所说的 我去去就来 这说明极乐世界 这是一个真正是 我们一般说俗话 说去度经 是他道业上面去 披红失可的地方 他修学上面去 非常能够成几何倍数增进的地方 他去那边去度一下经 回来以后啊 度生的智慧方便 得用慈悲啊 就更加广大 把那个度的人更多了 那么他出家早 七岁出家 他在十五岁受寂 但是他出家以后呢 他经常问这些寺院里边的老伯上 他说这个世家世宗是 什么似乎涅槃的 但是呢 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清楚 这个有这一点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那个时候 对于佛法意理上面的这种探索和学习啊 其实说明还是比较欠缺的 因为我们看到明清时代啊 金灿佛寺都是非常兴盛 这就做金灿啊 礼灿 诵经大家都跟着念的比较多 唱的比较多 然后呢 这些亦有人往生啊 做这种法会啊 都比较热闹的这些事情比较多 真正喜欢做冷板凳 深入金灶 去乐藏的 对佛法意理上面去下功夫的很少 那所以很多人在那个时代 连世家世宗是什么时候涅槃都不知道 他后来呢 再看到说不管那个时代 他这些出家的在家的 在供佛的时候 都是体现不出这种供佛的那种虔诚 那种清静 那种庄严 那种制成的供养心 体现不出来 他的内心就感觉很难过 他希望要做点什么 改变一下现状 那么他在乐藏 乐藏的过程中 《月涅槃经》 才知道 释迦世宗是在 农历的2月15日入涅槃的 这是我们北传佛教的记者 汉传佛教的记者 汉传佛教记者呢 释迦世宗是农历的2月初八出家 2月15日入涅槃 4月初八是佛的诞成 佛诞节 那月初八呢 是佛的成道日 所以跟蓝传的这种出生 诞成 成道 都在 五月的月圆日 这个我们新加坡是 坚出在 仁历的4月15日 是有点不一样 那么他在 阅读 阅读 涅槃经的时候看到以后呢 他并且对于佛入涅槃的时候这种殊胜的瑞相 感觉 非常的感动 整个佛入涅槃的过程啊 就是做了一场大的佛事 大的法会 那所以不同的层次的这些修学者 你看 见佛涅槃 完全都是不一样 那你看从那些阿赖 以及这些世间的众生 佛弟子 他没有证果的 他们见佛涅槃 心里面都非常悲痛 他以为佛就走了 佛真的不在了 所以众生见佛的涅槃 就是佛的生死 这是我们昨天在学习 弥陀耀解的时候 谈到 佛见众生的生死都是涅槃 众生见佛的涅槃都是佛的生死 以为佛跟我们一样 所以内心无比的悲痛 但是正果的阿罗汉呢 看佛涅槃了 这是出现了惊诧 哦 明白了 佛要涅槃了 就是说 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只是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呢 这件事情比较大 但是在这些 继位的三界职位的 法身大事来看 释迦师中这一期的硬化 圆满结束了 该度的人都度尽了 未度的呢 已经种下了得度的因缘 他现在四仙涅槃 在做一场盛大的佛事 法界里面这些菩萨 都为了集会 那看他四仙涅槃像 本身就像参加打会一样 那没有任何的 情感上的这些分别了 那所以境界不一样 看一个不同的 看一个同样的现象 感知是不一样的 那么显安大师 他以他的身份 看到这个佛涅槃 依旧是非常感动 竟然是这么庄严 这么宏大 这么不可思议 所以他看到这种现象 他在那一年 当场就燃一个手指头 燃止供佛 所以你看 这种祖师的修学 真的是舍生违法 舍生违法忘取 那么从第二年开始 他就连续十年 在阿语王寺举行 佛的涅槃法会 法会前后有七千的时间 举行这个涅槃法会 主要是感恩佛的功德 佛四仙在这个世间 讲经说法这么多年 能够把这么宗贵的解脱之法 能够流传下来 让我们知道 三界之中还有一个出路 还有一盏明灯 让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的真相 如果说是没有佛的指引的话 我们就这么一生又一生 一生又一生 无量节的 生生死死 生生下去 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那通过 做涅槃法会 感恩 如果说没有释迦失踪 这么多年苦口婆心的教导 我们依旧是在生死海里边 像那些冬瓜一样 像那些葫芦飘一样 一会儿起来一会儿撑下去 一会儿起来一会儿撑下去 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那么借此 也忏悔自己的业障 就是我们无死结的生死龙会当中 做了无量无边的恶业 以借佛涅槃法会这样的机会 来忏悔 来方愿 来修学 并且 在做涅槃法会的时候 他率领大众 也有仿照阿弥陀佛 发四十八月 这是醒恩大师的四十八月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四十八月的内容 都是非常感人 所以有些同学谈到这一首 说他也能发四十八月 这些四十八月 如果是以凡夫的身份 真的是发不起来 那如果说是 我们发他作为一个断剑丝的圣者 得念佛三拜的圣者 开法眼的圣者 从这些角度去启查他 他发四十八月 再去启会 他那种广博广大 不可思议的阅历 那就非常自然了 那么全法夫妻新闻呢 也就是他在做涅槃法会 这个期间所做的 那么所做的这个圣发夫妻新闻 由于这个文词非常的真诚 非常的肯气 很多很多的在家出家的佛弟子 读到显安大师的圣发夫妻新闻 都会连累 他是非常感人的 因为没有这种真实的智慧 没有真实的悲心 没有真实广大的这种悦力 这种文字是做不出来的 这个是显安大师做劝发夫妻新闻的缘起 那么我们看第三个 就是为什么要发夫妻新闻 那这个是劝发夫妻新闻的序里面 请安大师为我们解释 那首先这个文字是这样的 说不消余向反复生实险 气血济丧 悲告献钱大众 即当事尽性兰女等 为愿慈悲少家清茶 这个文字很精简 那么从前面 你看 显安大师 他的法名叫实贤 号叫秦安 那么实贤的前面 他用了不消 用了余向 用了凡夫生 三个定语 那其实显安大师 我们看他已经是圣者了 但是他依旧非常谦卑的 以不消 不消就是不贤嘛 就是无才无德的意思嘛 我们说不消子松 那无才无德 这是自己的虔诚啊 我们讲别人可不能说 你讲别人的话 你别骂人了 余下呢 就是下余的意思嘛 就是自己的智慧不够 自己很愚蠢 凡夫生 给自己定位 自己是凡夫 自己烦恼俱足 那这个我们经常听到 我们身边这些老和尚 这些大德们 要说我烦恼俱足了 我是凡夫生了 我是凡夫生了 他们虔诚这么讲 我们真的不要以为 他们是这样 甚至我们看到 显安大师 有时候他这些著作的文字里面 都虔诚自己叫小撒米 把自己放到最低最低 把身份摆到最低 但是说的话呢 非常啃气 说气血积伤 气血就是流眼泪啊 流到眼泪流尽了 眼睛里面流出血了 积伤呢 就是五体投地啊 头一直磕下去 不起来 以这种表明什么呢 表明他下面说的话 是以这种非常祈求 非常渴求的心态 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地 亲近去 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从他的心地里边 无私 无我的流露出来的 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都是为了利益大众的 这A告现前大众 A就是慈悲的意思 以悲心 像现前的大众 现前他那个时代的大众啊 也是我们献贼这些大众 即当时尽性来与的 现前他身边的 以及当时 那个时代的那些 具足尽性的 具足亲近信心 具足尖尽性的 这些善良性女们 我愿慈悲 让大家能够慈悲 你看他是祈求的心态了 就是我自己智慧不够 我是一个下雨之人了 我是凡朗俱足的反复 但是呢 我有些话 它是非常真实的 真的是能够利益大家的 希望大家能够发慈悲心 请我捞到晚 上家清茶 播出您一点时间来 来请我说 说什么呢 我们看后面 长门入道要门 发心为舍 修行极物 利愿俱先 愿力则众生可度 心发 则佛道 堪臣 常门啊 就是我常亲说 或者说是我们常常在说 所以我亲到什么呢 说入道要门 入道 入菩提道 入解脱道 入出离生死之道 要门 最重要的法门 是什么呢 发心为首 就是发 附提心 为入道之要门 那么修行呢 它最急的 眼下必须要做的 优先要做的 利愿俱先 先有发心 然后有利愿 说愿力则众生可度 你看从这里我们看出 就是利愿 为什么要利愿 利愿的目的 是要度众生了 那要度众生 首先要自己得度 自己要有这样的能力 去度众生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 没有这样的能力 要赶紧先把自己的功夫 做踏实了 那真正的说 我们自己功夫 能够做踏实的地方 只有求生进度 在这个世界 我们自己是很难 真正的能够 说是把我们自己做的 能够度 度百天众生 能够度一切众生 非常非常接满 我们没有那样的智慧 没有那样的 成功道理和得能 那么我们发愿 首先是要度众生 那么有这样的大愿呢 就说明我们会 有度众生的去向 这种我们修学 就有了目标了 心发则佛道堪臣 我们发了这样的大心 就说明我们树了 一个标杆 输了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target 我们goal是什么 因为一般我们家里边 我们的公司里边 说今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这些都是世俗的事情 都要这么做 那么学佛也是如此 我们要发大心 我们要成佛 是我们最重要 最崇高的目标 所以我们在出学佛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在不知情的情形下 不了解的情形下 有些人说是 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会说 我要成佛 听起来很好听 但是我们在修学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成佛之道太遥远了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这些见识习气 太厚重了 为别一点点的禁忌 一线前 我们的爱恨情仇 一下就干扰到 我们要成佛的这种目标和方向 忘得一干二净 一头扎在这些寒冷海里面 像一个螺丝巾一样 一直钻牛角 钻在里面就出不来了 一般通途佛法的修学 确实是这样 要靠我们自己断剑丝 我们发心可以发得很大 但是要达到目标 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你个三界里面 靠自力修学 有一念在都出不了三界了 为什么禅宗修学 要说心如墙壁方可入道 首先要修到无念了 你才算是刚刚入门 但是作为我们无念 怎么可能呢 一切的境界都是让我们起心动念的 一切的人事都是让我们起心动念的 但是如果有了净土法门 你看我们成佛就可期了 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在做过世界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 向这个世界告别 来一生在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我们也是最后一生 因为极乐世界一生成佛嘛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不想说是成佛以后再来说佛世界 我们中间都可以随时回来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里面 修短随意 长也可以短也可以 那就非常的自在 但到极乐时期 我们的初心 我们要成佛的初心 才能真正的兑现了 修学净土法门 我们要成佛的初心 才有了真正的保障 那么显安大师接着说 苟不发广大心 立坚固愿 则纵经成结 依然还在轮回 如果我们不发广大心 这个广大心就是要成佛的心 为什么要成佛呢 是要度众生 度众生不仅仅是要度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父母 要度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 那么除了度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 还要度自己比较远的 有亲有叔 那么除了度这些自己比较远的 还要度自己讨厌的人 怨亲平等 所以为什么在法华里边 我们看到释迦世宗 对齐破达多的要受计了 那齐破达多就是佛的死对头了 牵牵在坑复查半条的 这就是在佛的眼睛来看 法界一切众生都是有成佛的可能性的 众生之所以作恶 是因为他烦恼现前 他的慈悲起性没有失去 他的成佛起性没有失去 只要给他种了种子 佛一定会有方法度化他 所以我们不要怕发心广大 我们一定要发展这种广大心 要成佛心 要度众生心 那么尤其是我们有了 净土法门的修许 这种发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立坚固愿 成佛之愿 度众生之愿 众生五边誓愿度 烦恼五进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四弘誓愿 这种愿发起了以后 要永结不退 非常坚固 所以如果不发这样的广大心 不立这样的坚固愿的话 纵经成结依然还在轮回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了 如果说是我们具足了正性 我们学佛 我们知道学佛 为此为大的目标 是要处理生死 是要处理三界 所以龙树菩萨 讲得非常清楚 说这个目标 要是脱离了的话 一切的言说 都是戏弄 什么戏弄 就是开玩笑了 那么我们求生净土的目的是什么 处理三界 处理轮回 得三不退 一生不处 直至成佛 所以说 如果说是我们不发这种大愿 我们不发大心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所做指向不是处理啊 那即使经过成典节的轮回 依旧是这三界里面出不去 那随这个回向 为什么我们做了事情以后要回向 善也也好 敬也也好 忏悔也好 最后都回向指向哪里 指向解脱 指向处理生死 指向西方极乐世界 不然的话 即使我们做得最好 做得最大 做得最圆满 没有这样的指向 没有这样处理的目标 超越的目标 经过成典节 依旧盘在轮回当中 虽有修行 总是徒劳辛苦 虽然也最修行 如果说指向不明确 又来一生 从头 一切再开始一次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的生命 再来一次 福报好一点 因缘好一点 生在新加坡了 然后上好一点的 Eighton House 或者这些好一台幼儿园 再上个名校 华中啊 雷伯斯啊 然后再考一个好的大学 找一份好的工作 和你满意的人 组建一个家庭 然后呢 一生再转一次 但一般情形下 都是福报大容易造立业了 福报不好的呢 那相对来说 一切都是降级 生活都非常辛苦 所以你在想想 这些从小到大 考试考多少次试 我现在有时候 做梦梦的考试 我都会下行来呢 觉得这个太没意思了 什么轮回轮回 生命无休止的这种轮转 即使你做得最好 又怎么样 所有东西都再来一次 所以这是非常恐惧的 你修行最好 如果说是指向 不是出离啊 不是解脱 徒劳辛苦 就是白辛苦一次 所以醒恩大师 这些话对我们来说 真的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知道 这种发心 这种立愿 发大心 立坚固愿 对我们有多重要 那么再接着 他引华言经里边的话 来 来思考自己这个观点 说 故华言经勇 忘失菩提心 修处善法 是名摩业 忘失上尔 旷外发呼 不知欲学 如来尘 必先去发 菩萨愿 不可缓业 所以华言经里边说 忘掉了自己 曾经发过的 菩提心 要成佛 要度众生之心 修学各种善法 最后都是摩业 这些文字 如果说是我们不明 佛法义理的话 看起来都是 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所以为什么 不发菩提心的话 忘失菩提心的话 修各种各样的善业 最后还是摩业呢 因果不是颠倒的吗 没有菩提心 忘失菩提心 就说明 忘失了成佛的目标 忘失了出离三界 解脱的目标 修各种各样的善法 所得的都是人间福报而已 人间福报 依旧是在玉界里边 玉界最高的 他话自得天 利于天主 天主是谁啊 魔王波旋 那不还是魔子魔松吗 所做的一切 不是摩业吗 所以啊 这个学佛 如果说是 我们这个目标不清楚 我们可能学 做各种各样的善了 做各种各样的义工了 修各种各样的功德了 最终指向 依旧在轮回 但是如果说是 我们有智慧 能够建立一个 处理的目标 能够建立一个 成佛的目标 能够建立一个 求生净土的目标 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啊 都变成敬业 都变成净土的资料 都变成我们成佛的道料 所以目标不一样 所做的一切 性质完全的不一样 同样的事情 这个显然大师说 是望是上耳 况未发 就是这个菩提心啊 望掉了 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 何况是不发 所以说 要学如来成 如来成就是大乘嘛 就是一臣啊 就是菩萨行啊 必须要先发菩萨愿 菩萨是觉悟的意思啊 菩提三多觉悟的友情 他自己觉悟的友情 他也能觉友情 帮助其他的友情众生觉悟 如果说是我们要学习一臣 要学习大乘法 那么必须要发菩萨愿 这种四五诗愿 不可缓 心里边要着急的 要当下 都要把这种大愿发出来 这个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不要害怕 不要说是看到 众生五边诗愿 都那么多众生 我们怎么度 不是你现在要度吗 它是你心要发出来了 你的境界都不一样了 你的是菩萨了 这个心要不发出来 你依旧是个反复 所以你看我们在佛教的典故里面谈到 所以一个小沙米和他的师父在一起 师父是一个正果的圣者 已经四国阿罗汉水平了 但是他发心小 他自求处理 那么和师父有一天出去走 那个小沙米跟在后面背着师父的包 走着走着 小沙米走得很辛苦 看到这个潜移里边的龙户 路上这行色从头的行人都感觉这个人生很苦 所以他就想 我要发心 我要成佛 我要度重生 那他就当下这个念头一动 他这个念头一动 他师父是已经正果的圣者了 他有他心通 他马上赶知道了 赶紧 对吧 小沙米这个杯子 他肩上的包拿下来 说好好好 你前面走 我跟你背包 这个小沙米密密乎乎 他不知道 他以为说 他以为师父知道 他背包背辛苦了 所以让他走前面 所以他就走到前面 师父跟在后面 走了一会儿呢 越想着这个人生这么难得 自己还应该是 也要去享受一点武力吧 然后说自己通过接触这些人事 感觉这个众生也这么难度 每个人都有个性 每个人都有个性 都有脾气 我只有这么重 说哎呀 这个懒人成佛了 这么容易了 行菩萨道了这么容易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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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自求解脱好了 他这个念头一动呢 这个师父 也是马上纠察到 说好了好了 然后呢 把包又还给他 然后呢 师父又在前面 好说情愿地走 那小三民又跟在后面 这个小三民走了一会儿呢 又感觉 哎呀 应该要发大心了 我怎么这么没用呢 刚刚发心发起来以后呢 马上又退了 应该要发心 要度众生了 我自己的生死很苦啊 众生跟我一样苦啊 我要求处理 他这个心一发了 这师父马上又知道 马上又把他包拿过来 好 你走前面 这几次下来以后就说 哎 小三民又问 师父啊 你这个老师一会儿 让我前面 一会儿让我后面 我最初以为你是怕我累 后来感觉不是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然后他师父就说 你刚才起心动念啊 你一会儿要做菩萨 一会儿要做自了汉 你做菩萨 我不如你 所以你走前面 你要做自了汉 你不如我 因为我已经认过了 你还没有 那你不如我 你跟着我后面 哦 这个小三民一听一合 马上明白了 所以从此以后 这个信心就更加坚定了 这不敢忘失自己的福气心了 那么所以这里 显恩大师说 这种发心 我们现在对于能发起来 那要成佛的心 要度众生的心 那一定要发起这种大心 发起这种大愿 只要这种心 每时 每刻 都铭记着我们心间 每天都去念诵 那真的要从心里面发出来 我们整个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我们整个人的气场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心性是不一样的 我们想着 我们是要去度一切众生的 我们是要去学一切法门的 我们是要去断一切烦恼的 我们最终是要成佛的 不一定到极乐世界以后才能做这些 我们当下就能够发起了这些 一发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是大乘菩萨的更新了 那么大乘菩萨的更新 是千佛所顾念 万佛所顾念 祝佛菩萨看我们 都是另眼相看 我们修学这个层次 起点就不一样 所以说这是如来尘 这是一尘 不是治疗 就像我们现在一个 层次比较高 智慧比较好 志向比较广大 心量比较广大 国家政府培养一个接班人 或者一个组织要培养一个接班人 他每次每刻都会关注这些 如果是你想自己想着 哎呀我自己把我自己这个眼睫这里做好 我帮我小家庭照顾好 就好了 那其实真正要有慧言要物色的 他也不会照顾这些人 他肯定是要找这些 真心要发心为国家服务的了 为大众服务的了 那心量广大的 事情比较少的了 佛菩萨看我们佛界里面也是如此 那只要你发心为大众服务 为众生服务的 要成佛的 佛菩萨都另眼相看 但是遇到的情形是什么呢 显然大师说 然心愿差别 这个福吉星 这个大愿是有差别的 其相来多 这个相状呢 也是不一而足 若不止臣 如何去向 建卫大众略而言之 孝有其八 所谓邪正 真伪大小偏远事业 所以要发佛提心 要行坚固愿 要行四弘事愿 这个相状也是蛮多的 如果说不一一指出来 述说清楚的话 我们依旧不知道 如何去向 如何发心 如何发愿 如何行愿 所以经为大众略而说 自大略的 给大家说一下 相状有八个 那八个呢 说这可以分四组 邪正是一组 真伪是一组 大小是一组 偏远是一组 好 我们详细来看 发心的正与邪 就是说 什么样的发心是正的 什么样的发心是邪的 说是有行人 一向修行 不就自心 但知为物 或求利养 或好名闻 或贪现世欲乐 或望未来果报 如是发心 明知为邪 既不求利养名闻 又不贪 欲乐果报 唯为生死 唯普其 如是发心 明知为正 好 那么首先 谈反面 什么是不好的 是邪的发心呢 错误的发心呢 说 我们这个世间 有许多修行的人 但是呢 有些修学 不是自尽其意 不是时时关心 关心观察自己念头的生气 不是向内求 向内物 不是好识自己的基础 默默地修学 而是呢 心是向畏的 但知畏物 知是向畏求 向畏求 其限在比较典型的几个方面 四个方面 第一个 或求利养 发心的目的 不是为别的 是为了求利养 求利益 求供养 或好名门 发心的目的呢 是为了名誉 为了让大家知道知名度 或贪现世 欲乐 发心的目的呢 是为了追逐五欲六成 物质的享受 或望未来果报 那未来果报 指的是三界里边的果报了 自求来世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如果说是 我们学佛了 不管在家出家 我们没有建立这种 处理生死的目标 没有建立这种 解脱成佛的目标 他很容易地 跺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会听到 有很多人在学佛 问他念佛 为什么 问他诵经 为什么 诵经 不是求处理 不是求解脱 诵经是为了 自己来生好一点 好的怎么样呢 像某一个亿万富翁一样的日子 或者说是他这一生 家族的企业非常大了 名誉地位非常高啊 求什么呢 求来生家族企业 能够保持和现在一样 或者说来生 比现在生意做得更大 有些呢 是走仕途的 这个做官做的比较大 享受到这个权利的滋味啊 学佛呢 是希望自己做官做的 来生做得更高 所以这样的发心 在真正来说 如果说我们看一般 从世俗上来说 这种追求是没有错的 追求利用也好 追求地位也好 追求美食也好 追求色相也好 这些都是世俗一般人 他这种生命的远动力嘛 但是如果说把它用在 要求解脱的话 那个这个和解脱和处理 和成佛是格格不入的 世家世宗 为什么要放弃王位啊 而出家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那为什么一般做国王 一般做佛 又有世俗的权利 地位 然后呢 又有佛的果报 又有佛的庄严 佛的福德 那不是更厉害吗 所以他在这个世线 四宪八孝成道 要世线从王宫里面出来 放弃太子的位置 要舍弃王位出家了 这说明解脱生死啊 成佛啊 要比这个王位要尊贵的多了 王位做得最好 国王做得最好 依旧还是在三界里面轮回来 如果说这个国王 他的福报 他的善根好 他能够求处理 他能够求解脱 那非常好 如果说这是一个欲望心 比较重的国王 控制欲比较强的国王 那他会造很多很多的业了 所以释迦是从四宪的这个世界 从王宫里面出生 那可以说是附庸有一切了 然后有四宪一定要处理 这眼前的一切 集市这个王位啊 都是不可贪恋的 而最终贵的是要去成佛的 成佛以后呢 不仅自己可以成就 自己的生死可以有把握 可以解脱 并且能够利益一切其他的众生 所以如果说是把修学的这一切目标 所做的善业的功德 转化为这些明文立养 这些现实娱乐 或者求来生的这些富贵荣华 这些国报 这些发心叫邪的发心 从事先来说本来没有错 但是从清静的解脱道来说 这是与清静的解脱格格不入的 这完全是两个方向的东西 说既不求利益明文 又不贪娱乐果报 为为生死为福奇 如是发心 因此为证 那相对来说 既不求这些明文立养 也不求补育的享受 不求雷胜的荣华富贵 是为自己的生死 这为菩提 为成佛 为成佛是为众生的生死 为一切人的生死 不仅仅是为人道众生的生死 为畜生道 为恶鬼道 为地狱道 为千道 为九法界一切众生 为这样的目标 为这样一切众生的生死 去成佛 说这样的发心 是真正的发心 正确的发心 这是邪和正这一对 好 第二对是发心的真与伪 真伪就是真和假 说念念上求佛道 心心下化众生 闻佛道长远 不生退切 观众生难度 不生业倦 如灯万人之山 必穷其景 如上九成之塔 必造其间 如是发心 明知为真 那什么是真的发心呢 念念都是要成佛 成佛的目的呢 不是要去享受啊 不是安住在这种 孤僧不灭的境界里 享受发心 而是要 心心下化众生 那成佛的目的是要 更加圆满的 以智慧 以神通 以道理 以辩才 以身相庄严 等等等等 一切佛的功德 来度化众生 利益众生 那么借理这样的目标 闻佛道长远 就是闻说 自己也理解 要成佛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一般说 三大阿僧起劫 阿僧起劫是无量的 三个大阶段的无量劫 其实是无量 无边 不可计数的阿僧起劫 这种菩萨修学过程中 八荡月 八甘月以后 以行前月 以行前月的过程 行菩萨道的过程 难兴能行 难舍难舍 难忍难忍 吃尽一切苦 释迦是从长讲 三千大千世纪 每一个尘土里边 都有他度众生所留的血和汗 这都是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 自己的辛苦 菩萨道非常漫长 但是知道这样的 成佛的道路 这样的久远 这样的艰难 依旧不会退步 不会生确弱 确弱的是害怕 不要一清到路途这么遥远 马上就放弃了 所以为什么 法华经里得有化成欲 就是因为佛道太久远了 所以对于有些众生 中间要安立一个化成 说溃道了 溃道了 就像去年我们去朝贝 峨妹山的时候一样 我们从三脚下的报国色 往伏虎四倍 三不一倍 那一天天气很热了 湿度也很高 非常蒙热 三十多多的西门 那么青硕路也不远 然后呢 导游在前面 说是过了个桥的道路 过了个桥的道路 那么我们就跟着 过了个桥的道路 然后过了一座桥以后 前面还有一座桥 就过了个桥的道路 一年过了四五座桥 他总说过一座桥的道路 这个桥就像化成一样 大家能够看到那个目标 那个桥 马上就到了 好了 加一把劲 结果呢 还有个桥 然后再往前面背 路透很遥远 所以我们最后背 是后面的同修了 摸到那个地上 都是前面同修的汉 地上都是湿 每个人都是出汉量非常大 但是这个化成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说那个时候 那位导游不说 那个前面有座桥 过了桥就到了的话 很多人可能坚持不下来 那就放弃了 但是到了化成以后 我们知道 化成是什么 就是天真涅槃的境界了 就知道这个不是究竟的 身为圣者的境界 知道前面还有更远的路走 那有些人呢 就住在化成 不要错了 真的是 度众生太辛苦了 成佛路太遥远了 那他的自力解脱生死就算了 但是对于放了大乘性的菩萨来说 学习大乘法的 具足成佛更性 这些众生来说 佛道再久远 我们也要去走 没有丝毫地退却之心 这一生 做不完 来生再做 所以你会靠自力修学 都是发跃 世事长行 菩萨道 最重要成佛 那么在这一点上 你看如果说 我们有净土法 我们给我们做支撑了 给我们做靠山了 那相对就容易太多了 我们到净土 都是一生成佛的 所以观众生懒度 不生厌倦 这个度人 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们不要说度人了 我们自己家人 父亲之间 父母之间 孩子之间 你看有时候 你劝别人接受你的意见 别人都不一定能接受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西方国家 你看这些做总统的了 劝大家留在家里 大家都不亲了 人家当然要做他了 所以度人也是如此 要让别人接受佛法的观念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要有那样的善根 有那样的福德 他要能够启认到 这种生命的苦难了 和无常了 他有解脱的志向了 不然有些人你看 你在劝他的过程中 他可能不但不信 然后转过来骂你神经病 所以一般遇到这种情形以后 我们赶紧要失可而止 当别人听不进去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强求 去按个牛头喝水 不要让人生厌倦 那就说明 他的因缘不成熟 说明了 或者说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福德不够 智慧不够 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度他 让我们发愈 当我们的福德智慧 能够度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度他 那么这一生 我们好 我们这样把我们自己修好 我们再想办 所以这些方面 我们一定要用用得当了 千万不要说追着人家 让人家生厌 所以众生难度 不生厌倦 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边 要生慈悲 知道众生 他的圆美成熟 我们要帮他赎缘 找各种各样的桥界 没有办法提醒下 发愿 发愿我们去极乐世界 我们有了本 我们有了本领以后 我再来度你 绝对不舍弃 说如灯万人之山 万人就是万尺高的高山 必穷其境 一定要爬到顶上 这个爬到顶上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三横蓝爬 中间各种各样的 艰难嫌足很多 但是呢 三井是我们的目标 一定要爬到顶 中途绝对不会放弃 如上九层之塔 逼藏其跌 就像爬着九层塔一样 也要一定爬到顶上去 所以这样的发心呢 是真的发心 那就是成佛的目标 绝对不放弃 度众生的目标 绝对不放弃 这一生我度不了你 我去极乐世界 帮我自己修好 来生 我一定要把你读掉 你还要有这样的决心 所以有罪不灿 有过不除 泪酌未清 使勤终对 虽有好心 多为名利所夹杂 虽有善法 复为罪意之所软污 如是发心 名之为伪 什么是假的发心呢 我们自己三叶所造的罪意 都把它敷藏住了 不去忏悔 不去反省 所以佛法里面谈 惭愧心 忏悔心 是两种北法 什么叫北法呢 就是把我们这些黑叶 染污叶叫黑叶 能够给它漂白 如果说是我们没有这种反省能力 没有这种忏悔能力 那学佛思永远没有任何进步 这说明我们的我值太深重了 仗毙了我们在佛学的路上 能够精进向前推动的动力 这个就像一个茶杯里边 水装得满满的 全部都是自己的支箭 你再倒一点点水都倒不进去 全部都流出来了 所以弘一大师说是 五日三行五生 每天要去三行 每时每刻都要反省自己的身口一言行 关心 回要 自己的心念是不是正道上面 自己的口音是不是正道上面 自己的行持是不是正道上面 自己求生净土的这种信愿 有没有忘失呢 如果说这种念头能守得住 就不会走偏也会走假了 不会坐位 有过不除 有了过患以后 不去把它消灭掉 不去把它除灭掉 依旧让过患的存在 内着未清 内心里边 各种各样的念头 各种各样这种像前面所说的 这种四种名门利 这种各种各样这种五一六成 这种要求想求名求利 这种心都在 但是未变了 表现出一副自己在修学的样子 对别人说自己也在修学 这些都是叫伪修贤 假修贤 欺骗别人 其实最终都是欺骗自己 因为因果是丝毫不爽的 或者是史前中代 刚开始发心 发得很猛 做得非常的极端 就像我们昨天也在谈到 不行中道 偏走极端 刚开始可以说 我们以前要念三万佛 五万佛 结果念了一个月 甚至念了一两个星期 坚持不下来了 其实日日做不怕千万事 日日醒不怕千万灵 不一定要做那么多 每天做一些 坚持能够有个一万这样的底线 你做不到一万的话 刚开始你做五千六千也可以 不要自己做不到 抢去做 是因为说别人做到了 我没做到 我没做到 我胖 我自己不如人家 修行是自己的事情 不是去竞争 按自己的能力去做事 我们有这样的时间 有这样的经历 做好这些 每天坚持去做 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做 那么几十年下了以后 你看 效果是不一样的 而有些刚开始发现很猛 走着走着走一段时间以后 很愧地走不下去了 实情终对 最后就散 散漫放银 所以有好心 有些是有好心 但是为名利所夹杂 虽有善法 为罪业所软污 有一点点善 但是心饿了 烦恼重了 都被这些烦恼所染污了 所以这样的发心 是为伪 不是真的发心 好再来看 第三对 发心的大和小 说众生借尽 我愿方进菩提道成 我愿方成如是发心 明知为大 有处离生死之心 观三界如牢狱 似生死如冤架 但其自度不予度人 如是发心 明知为小 你看这个大小历见 地藏菩萨发愿 众生度尽方正夫妻 地狱不空 师不成佛 其实以地藏菩萨的修行 早成佛了 指他不住涅槃 从佛的位置上 入菩萨道 罪度众生 如果成佛以后 罪了度众生 那就比菩萨的身份 度众生了 那就更加自在 智慧更加圆满 观音菩萨 为什么是要四现成菩萨了 他早就成佛了 正发明如来 文殊菩萨早就成佛了 能种上如来 他再四现菩萨道 以菩萨的身份来 度众生而 这就愿力无穷 众生借尽 我愿方尽 菩提道成 我愿方尽 众生都度尽了 我这个大愿 方算是完成了 那么我佛道成了 我这个愿 方算是圆满了 说这样的大心 这样的发心 是大的发心 光有出离生死的心 看我们这个三界 就像老狱一样 这个已经算是不错了 知道生命是浓回不休的 自己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所以呢 他四三界如牢狱 四生死如冤家 这个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恐惧 希望赶紧出去 但是出去呢 只要自己自度 不予度人 自己处理就算好了 所以这样的发心 明知为小 身闻彼之佛的发心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对 发心的偏与远 若以欣慰 借有众生 即以佛道 愿度愿成 功凶不忘 知见不敏 如是发心 明知为偏 若知自信是众生 故愿度托 自信是佛道 故愿成就 不见异法 离心别有 以虚空之心 发虚空之愿 行虚空之行 正虚空之果 亦无虚空之相可得 如是发心 明知为缘 那么最后呢 是从发心的偏和缘 这个主要还是 从意理上来说的了 我们知道 我们佛法总是 这一切 为心造 一切都是我们 心性本具 我们发愿 众生五边 试验度 凡朗无尽试验段 法国无量 试验学 佛道无上试验尘 但从理上来说 自信众生试验度 自信凡朗试验段 自信法国试验学 自信佛道 试验尘 我们度的众生 是我们心内的众生 我们成的佛子 我们心内的佛 我们所做的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 心性之类的事情 那么如果说 我们与心位 见有众生 其佛道 愿度愿成 功雄不忘 之见不敏 这个主要是什么 所以我们成佛 本来是我们自度 度人 我们所成 成就我们自信的佛性 当前 所以我们以为 我们自信自慰 还有一个佛可成 自信自慰 还有众生可度 这个就像什么呢 就像功雄不忘 就像做了一点事情 就千千念念不忘 我做了这件事 躺在功劳谱 躺在功劳谱上面 这都是不可取的 这个支箭不敏了 这些支箭都是走偏的 所以偏执于心位 有一个东西可求可成 其实呢 这也是有些二成圣者 他有这种法治 执着有一个涅槃在 所以他要成就处理 住在涅槃里边就不出来了 所以菩萨道行 菩萨是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而常与中流 度化众生 只要这个支箭上面有偏 他就住在一边 就得不到中道的智慧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心就走偏了 而圆满的发心呢 是这些众生呢 是我们自信里边的众生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度脱 不度脱这些自信里边的众生呢 我们自信里边的佛道 没有办法彰显 那么自信是佛道呢 所以呢 这个佛呢 也是我们自信本具的佛 我们这些众生度尽了 这些烦恼啊 都度尽了 烦恼都转化了 烦恼都转成智慧了 我们的工作自然圆满了 佛道自然成就了 所以在我们心信之内 不见义法离心别有 那这一切都是我们自信本具的 因为无依法可得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说的 从事项上来说 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 相信有阿弥陀佛 相信有往生这回事情 这从事上来说 往生是真实的往生 从理上来说 这一切都是我们自信本具 娑婆世界是我们心内的娑婆世界 极乐世界是我们现在的极乐世界 娑婆世界是我们自信的染污所显现 极乐世界是我们今夜的成就所显现 我们今夜成熟 极乐世界显现 娑婆世界自然隐去 我们现在我们的染污业线前 我们今夜没有成熟 娑婆世界是如此的真实 极乐世界自然不显 就像一个守信和守卫的关系 都是我们心性之类 离开我们心性 没有义法可得 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要以虚空之心 发虚空之意外 行虚空之行 正虚空之果 亦无虚空之相可得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的相 那你看这些话 你要是套入金刚经里面的 完全伊丽丝一样 不仅仅发心成佛是如此 做一切事都是如此 那行不失 没有一个我在不失 无我相 无人相 没有不私的人 要再接受我们不私 无众生相 没有一个东西 我们给人家了 无受的相 没有不私的功德 我们所得了 受的相是涅槃相 所以为什么不住涅槃呢 因为菩萨要度重生 连涅槃都不能制度 如果说是我们明白了这个意义里 你这一句启会金刚经里面所谈的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是什么意义啊 那如果说是无助身心 那我们就自在了吗 什么叫自由自在的人生呢 自由自在的人生 就是无助身心的人生 就是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行 虚空之心正虚空之果 最后没有虚空之相可得的这个人生 对一切都不自主 一切都不执着 当然这是从理上的 从事上来说 一切又清清楚楚 尤其对我们净土法门来说 念佛依旧念得清清楚楚 求生依旧目标非常明确 信愿 心愿意就非常坚固 这样的话 理和事就圆融了 就圆满了 这样的发现呢 也叫圆满的发现 那么所以这里呢 就是通过这种邪正 真伪 大小 偏远 这四对 这种发心的这种八种象状 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发现 那通过这样 显然大师对我们的分析 我们就知道我们发菩提心 应该是怎么样才算是正的发现 是真的发现 是大的发现 是圆满的发现 我们知道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避免什么样是邪的发现 什么样是伪的发现 什么样是小的发现 什么样是偏的发现 这些是显然大师的《全方菩提心梦》里边 这个前面序言的部分 那么我们下个星期的讲座呢 来学习发心的因缘 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发心的因缘呢 就是说讲了这些以后呢 有些人依旧发不起菩提心 因为每个人的语言不一样 那么显然大师呢 总结了十种因缘 有些人呢 是从这个方面就说 假如说思维或恩啊 有些呢 是因为了报父母恩 所以要成佛 有些人呢 是念师长的恩 所以要了成佛 有些人呢 比如说出家的众生呢 说要念师主的恩 所以要成佛 等等等等 通过这十个发现的因缘 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对号入座 找到自己相应的因缘 发起大福气心 发起成佛不知心 发起度一切众生之心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 愿香来结诸业障 愿得福贵日增长 愿尽此生出所果 愿佛接引神安养 南无阿弥陀佛 愿我们以学法 文法的功德 回向新加坡 以及全球 当下新冠疫情 早日消灭 众生礼苦得乐 宝接众生礼净土法门 省深信心 发愿求生 永不退转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